大家好,我是一球,摄像里25k和45k的促销卡包 整点其实也出过限量促销,中国玩家应该赶不上 10张单场的赛事最佳,加上到卡包里来 没啥领先的就是罗伊斯了 但是罗伊斯的生日卡比这张更好 今天还出了一个任务,之前周日也出过类似的 但这次换了卡包奖励,变成了金卡球员包 里面有12个球员,闪谱各半,不消期是6天 比赛环境是rival或者squad battle,提提球啥的 那应该来这张闪回,数值加到93,成本27万左右吧 需要一套83,一套84,加一套87 花式提升到四星,逆足仍然是三星 176的身高,高高的心态,身体模型是他自己的 应该还是属于偏壮那种身体模型吧 他有外脚背射门的特技,速度加到87 控球起来挺多,但是敏捷只有85 射门力量达到了97,元收99,防守也不错 评测说这张卡还是非常好的 最适合的位置还是后腰或者cm 控球因为模型和敏捷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好 但做中场也够用的 除此之外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场 如果能把它放到阵容中啊,还是值得一做的 二哥挑战SBC 要注意的是要求11张闪卡 只要4张金卡 但是同联赛最多只能用两个 所以要不就是分区域做 要不然就是同国级那么做 比如英格兰联赛比较多 但是不要求总评 奖励的是金卡球员包 不可交易的 里面有12个球员,3张闪卡 昨天两张大对决的评测也加到分匹里了 昨天的节目稍微说两句 弗雷德这张卡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曼联能赢的话 生死数值的话呢 就会非常好了 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中场 阿尔卡赛尔的话呢 其实还可以 基本上就是如实反映卡面数值嘛 但是由于模型和速度的关系啊 可能还是提前腰更合适一点 也不是说非常特别好的一张卡 控球还是需要再提升一些 好了就是以上 谢谢观看 明天再见 拜拜